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询问了交通部 然而交通部当时的预算 只能给客运业者经营公车路线 如果这个客运业者不开 部落当然就没有办法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同时也没有办法补助公所购买车辆 为了要解决逐人迫切的需求 我魅合了企业目的两台中巴 暂时解决了交通的问题 那这两台中巴呢 解决了五封兼十两箱 在这两箱开始营运爱新巴士 然而每年巴士的营运费用 包含驾驶的薪水 车辆的保养等等的经费 让财政状况就已经非常差的 相公所是没有办法承担的 2012年的4月 我邀请了交通部公路总局 历政部的社会司 也就是现在的卫福部的社家署 还有乡长们 我们一起讨论 怎么样来解决老人就医 还有小孩就学的交通问题 因此在2013年 公路总局开始补助 新竹县尖石乡等等的乡镇办理 公共运输提升计划 而这个计划就开启了 目前获得部落 还有偏乡居民肯定的 需求反应式公共运输 我们简称它为DRTS 以及交通部智慧运输系统 发展建设计划的 咕咕共成 非常重要的 谢谢 以后我们这个巴士可以在了 可以巴士可以坐 以后老人家们去医院 或者去哪个活动 都可以应用到我们这次 八百巴士 让他们能够坐在车子上面 游泳气吹 非常舒服的抵达 经过三年的事办之后 2016年公路总局开始扩大办理 DRTS 屏东县的春日乡 苗栗县的泰安乡等等的原乡 就在我的鼓励还有协调之下 陆续开通了DRTS的交通服务 同时针对花东地区交通部也开始推动 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 开始推动了扑扑共成 对的政策 我们就应该要给予支持 并且要扩大办理 2017年1月 交通部长贺诚淡前来拜访我 我向贺诚部长提出 原乡还有偏乡的交通 未来应该要结合教育、长照 还有光光的政策需求 共同推动建构完整的大众运输体系 贺诚部长当下允诺 并且支持我提出的政策建议 为了有效运用部落大众运输的资源 落实教育、长照 以及光光的交通需求 我邀及了卫福部、圆明会、银建署、公路总局 学者还有民间长照团体等等单位 我们针对原乡长照的议题召开协调会 请卫福部还有圆明会来规划 长照政策的时候 应该同时要规划 部落长者的交通接送 未来更应该要结合 原乡地区的乡公所、监理所 还有全台六个公路总局分区中心 一起来研您可行的资源整合运输方案 所以2019年的9月27号 我以跨部会整合 DRTS就学、就医、长照、生活为主题 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总咨询 如果院长您可以来推动 跨部会整合平台 我们让部落老幼共学、长照、就学、就医、观光、交通 我们让它有效的在DRTS的整合之下 那么我们就不是完整的原乡特色 照顾服务计划了吗 部会之间应该是怎么样整合 大家把力量增加起来 不应该是汉格 苏贞昌院长也说政府是议题的 也就是说我提出的跨部会资源整合的议题 不该是各部会各自为政 未来部落的大众运输政策 必须要朝这个方向制定 所以2019年的10月 我请原民会、教育部、卫福部 还有交通部 针对文件站、学校、医疗院所 还有既有的公车站的地点 提供给交通部的运输研究所 做资料分析 三个月内必须盘点原乡交通的需求 2020年的4月 我们完成了盘点原住民族地区 55个乡镇市区的交通需求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也建议各部会 在原乡交通的规划 应该要整合资源 并且要共同研议应地制宜的公共运输服务最佳的方案 交通是您在主管的 所以你的运研所也告诉我们要跨部会整合 所以是不是这样子 你成立一个辅导团队 我们来赶快就我们说的文件站 原乡地区的文件站 医疗院所 从幼稚园到国小国中 这样子的交通整合一个部分 可以吗 我其实在上个月有召开过一次会议 那我有一些具体的指示 那也希望反映在年度的预算 我们就加速来推动 好 2016年DRTS开始扩大办理 在各个有需求的原乡还有偏乡执行 幸福巴士 2020年 原本执行在花东地区的步步工程 也开始在花东以外的地区事办 过去十年来 我持续推动的部落大中运输政策 正式踏上最后一里路 没有公车抵达的部落 如果部落的居住比较集中 政策上就以中巴来执行DRTS 如果部落居住非常的分散 而且道路是非常狭小的 只要有两个人以上 有用车的需求 就可以来推动执行BUBU共成 族人们也许会纳闷 为什么一定要两个人呢 因为我们推动的是大众运输服务 不是个人的交通服务 我们以坚实相为例 目前BUBU共成的服务 结合了御丰 还有石雷 两所国小的学生的交通接送 御丰文件站的交通接送 还有部落业间 巡回医疗的就医服务 所有BUBU共成的车辆 还有驾驶 也都优先征选部落族人 来提供服务 创造部落就业 提供族人服务 过去十年 我们奠定了部落的大众运输的基础 未来十年 我们将持续推动这个政策 完成部落大众运输服务的最后异地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